好 接下來我們的線條我們發現 我們線條這時候在end的部分 如果是100%的話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線都會出來對不對 然後到0的時候線條就跑走了 但是如果我們是要反過來 我們是希望是這樣子 如果就是一開始的 這個線條是沒有看到對不對 它是這樣漲進來的 漲進來的 然後再收掉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要把這邊的百分比 剛好倒過來囉 在end這裡啊 我們第0格變成是0 然後呢 再到 按著shift鍵 這樣子會黏到這一格 這一格是第40格這邊嘛 這裡的話呢 我們把end變成100 這樣子的話呢 等於是一開始原本沒有的 然後呢線條繞進來 有沒有 這樣繞進來 可是呢 繞到一定程度啊 我會希望呢 它從尾端 收過來對不對 尾端收進來 變成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使用start這個部分 這個時候呢 start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在同一格 第40格這個地方 同一格 我們下個key給它 OK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估算一下 比方說我希望呢 它跑到幾格 比方說我讓它收快一點好了 到第60格好了 這一格 我讓它收完 收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啊 如果start這裡啊 我把它變成是 慢慢的調整 100 有沒有 它就收完了 好 我們按一下u鍵 把兩個key都秀出來 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這一個呢 是start 就是它的尾巴啦 尾巴去收 然後呢 這個end的部分呢 是它的頭跑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效果 從這裡是頭 跑出來對不對 出來 出來 然後後面這邊是尾端 收收收收收收 收進來 好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 我們來play一下 它會是這樣子 好 它會是這樣的效果 那有些同學說 老師 那 這個地方好像有點 有點錯開了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就是 跟我們的曲線 被子曲線 好 有時候呢 你畫的比較準 然後有時候 畫有點誤差 好 所以導致以後 這邊會有點 跑出來的感覺 當然這個 你可以再去修啦 這邊可以再去修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部分呢 假設呢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 拉進來以後 接下來 我們希望呢 我們可以 那你當然可以希望說 我們這個線條啊 你可以讓它變更細一點 好 比方說 我們到尾端的地方的時候 假設我到第50格 這裡啊 線條粗細像是2對不對 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呢 給個Key 然後呢 我們到第60格的地方 讓這個線條呢 變成是1 所以代表是說 它漸漸的 除了變細以外呢 收掉以後 它慢慢還會變細的效果 好 這樣的效果 兩成的效果 就會加進來 好 這個是我們在up的狀態呢 是使用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在down的部分的使用 好 一樣 down的話呢 我們把眼睛打開來 好 它的做法呢 也是一樣哦 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呢 在這個出細的部分呢 一樣把它變成是2 好 不要忘記了 好 這邊出細 出細的部分呢 請你把它打開來 可以讓它一樣是有出細的效果 好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repeater 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不要了 好 因為我們希望說 這一個外面的這個線條 只是勾勒用的 所以我們就不希望它有太多的這種 呃 就是 太搶眼的這個 太多的 製造出來的這個 線條的效果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針對 比方說 它線條在跑的時候 這時候在跑的時候 假設我們到 第20個好了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比方說在end的地方 這裡 我們給個key 好 給個key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到 這裡啊 key啊 請記得這個還是像是0哦 我們這邊的話是不要的 然後呢 我們一直移動 移動到第60格 好 假設這邊已經都沒了對不對 到60格這裡 我們把它變成是100 好 變成100 所以說你會變成是 它在旋轉的時候 外面有一圈 跟著動 好 變成100 好 我們最後呢 到80的時候呢 我們從第60格這裡 我們從第60格這裡 START這裡呢 也給個key 這也是0對不對 好 到第80的時候 我們把尾巴收掉 這裡的話也變成100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眼睛部分的線條就完成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外圍的 那一圈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眼睛的部分的 時間勾勒出來 OK OK 好 那我們待會呢 我們再來加一些些 光暈的一些效果 好 請同學先把眼睛的這個部分 勾勒一下 我把畫面再換給大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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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